是的 国家运输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的一部分 对促进国民的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起着重大的影响 截至目前全国拥有20万的公里公路 2900公里的铁路 18个港口以及22座的机场 如何实现资源配置产业布局 环境保护以及协调运输业和其他产业的同步发展 国家运输政策出台 制定明确的方向就是最好的手段 马上带您快速扫一扫一些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